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2024年1月UFO实录合集 1月3日夜晚的佛罗里达 天空一个很亮的三角形UFO,飞近又飞远 甚至还变换了它的样子 之后呢,又在距离镜头较远的地方待了一会儿吧好像 但这个视频看着就是有点假的感觉啊 因为太清楚了 好吧,不过除了可能是UFO或者假视频外 还有另一种可能 同样是3日 SpaceX火箭也是从佛罗里达发射升空 我们在另一个视角的视频中就可以看到 这个飞行屋的状态就很像火箭了 只是视频快到结尾时,你看它好像也变成三角形了 1月7日,据说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天空 你看像不像一个巨大的时空之门或者什么东西来了之后留下的痕迹呢 1月8日,这是1月份热度最高的时间啊 著名的UFO调查记者杰里米科贝尔公布了一段2018年10月美军在伊拉克基地拍摄的UVP视频 热成像仪拍摄的啊 这个看似像垃圾袋的东西 网上的说法是水母撞不明飞行物 我们就叫它飞天水母吧 在这段公开的视频中 我们能看到飞天水母就这么一直匀速的飘行 然后另一段较远距离拍摄的视频呢 应该是在水面上啊 据吉尔米说啊 视频绝对是真的 是他的消息源冒着极大的风险给他的 另外消息源还告诉他 这个水母停下来之后沉到了水里 17分钟 砰的一声从水里喷射出来 下个事件 1月12日 前阵子吵得沸沸扬扬的墨西哥听证会中展示的外星人一孩的事件终于落下帷幕了 毕鲁法医考古学家弗拉维奥埃斯特拉达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海梅莫桑的外星人木乃伊既不是外星生物也不是未知生物 更不是新物种或者杂交产物 而只是用粘合剂将动物的骨头 纸金属等粘在一起的仿冒品 是彻头彻尾的假货 并展出了去年10月在壁鲁海关被发现的两个人形物体作为证据 看起来这和国会上展出的东西很像 所以海梅莫桑又一次欺骗了世界了吧 也欺骗了我 不过他本人还是嘴硬 他说他展出的东西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且你看他的社交账号还是在继续制作相关的内容 当然很多群众不会再被他骗了 大量的指责内容也同步给他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相信这次了 这个坏蛋 1月13日内华大洲 又见银色球球 随着镜头拉近 可以看到这个球好像是悬在空中不动 不对不对 好像他应该是在跟汽车椅差不多的速度飞行吧 接下来是本月另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视频 1月14日 据说是1月14日吧 土星 很明显是土星 然后这个五颜六色的亮点 发布者说是土星的卫星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卫星上飞出另一个小亮点 经过这个土星环飞到了土星后面 大家看视频觉得真的吗 我觉得不太真实 就怎么说呢 我们就说一个一土星环的宽度 就这个部分 二十几万公里有了吧 你看看这个东西飞过这里的时间嘛 不到三十秒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速度至少在六千多公里每秒 按那么光速约等于三十万公里每秒 那么也就是说 这家伙速度都到了光速的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了 这个速度再加上这个距离这个大小 靠地球的望远镜 我觉得应该是拍不到的 所以 1月17日 一架从英国飞往葡萄牙的航班上 一位航空小姐姐拍到了天空这个紫色的闪烁 他说这是四个粉红色的球体 另外 他说他当空姐一年了 这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有点好奇 他为什么不能拍得久一点 而且手机不能向上挪一挪呢 1月17日 德克萨斯州 三个亮点 长时间在空中 1月22日 阿根廷 这几个人在打排球 一个高速飞行的物体突然飞过画面 发布者可能是怕大家看不清楚这个东西 故意把速度调慢了 发布的 找不到原视频了 那么如果是真的 这个UFO速度应该是非常非常快的 最后1月31日 又是SpaceX的火箭发射 这是他自己的直播画面 视频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白点快速飞入地球 不知道是太空垃圾呢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好了 本期实录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